再讲回米和面的问题 我要讲一个简单的比喻 喜欢吃米和面的人 除了他大量的摄取米面之后 减少了他其他蔬菜和肉类的摄取 造成饮食不均衡之外 最重要的是 米面是属于高痰的食物 吃入身体之后 身体的血糖会迅速散生 从而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 胰岛素大量分泌之后 就促使胰岛素逐渐分泌减少 而导致胰岛素分泌衰竭 这是一大问题 胰岛素分泌衰竭以后 就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可是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这种不均衡的饮食 会造成身体的养分不断的流失 我们打个比方 假设这是你要吃的米饭 或者面条 这些金米白面 然后这是你身体储存的 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储存量 假设有这一杯 好了 当你吃了这种 单一的饮食 米和面的时候 吃进去之后 身体要分泌消化液 包括唾液 胃酸 蛋白酶 脂肪酶 淀粉酶 这些消化液 要分泌出来 消化这碗饭 这碗饭被消化完之后 进入身体 身体已经消耗掉了 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 为了消化它 这个时候呢 你吃了一碗饭 可是这碗饭 不能够还给身体 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 于是你每吃一口 身体就要流失大量的 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 这样的话呢 慢慢慢慢身体就失去平衡 鸡醇的糖类越来越多 用不掉 流失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 越来越多 最后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 我个人认为 多种慢性疾病 都跟这样的食物方式 有着密切的关系